来看到台南仍得区有三名民众日前求职 但竟发现是当诈骗车手而拒绝上工 因此被诈团的成员动手施暴 并且要求家属附属五百万元 警方成功救出三名救票 逮捕十七名的嫌犯 台南地检署复讯后生压十一名嫌犯 台南地院周六裁定羁押 禁止接见及通信 警方后续也将扩大侦查 厘清有无其他被害人 警方出动优势人力 贺令这些在屋内看管漏票的诈骗团成员乖乖就范 而另外一边屋外警方也迅速压制 你过来你过来 原因就是这群诈骑团的成员 涉嫌辱人勒俗案件 日前有对卢姓兄弟以及忠姓友人 三个人透过友人求职 竟没想到过程当中 发现有从事诈骗诈骑的行为 拒绝配合 结果遭到拘禁 殴打持枪威吓 嫌犯更向家属 要求五百万元的赎金 警方十五号货报之后 趁着交付赎金时 逮捕十七名嫌犯 并且救出三名漏票 案经专案小组立即动员优势警力 分别于当日二十三时许 陆续在台南市仁德区及南区两处 安全救出被害人三人 逮捕犯嫌十一男六女共十七人 后续警方易设诈欺 伤害恐吓与组织犯罪等罪 将谢南等十一男六女共十七人 移送检方侦办 台南地检署复训之后 深压十一名嫌犯 台南地院傍晚裁定积压 并且禁止接见以及通信 后续警方更扩大侦办 离心有无其他被害人 并且朝向鲁人勒俗 诈欺 伤害 恐吓 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侦办 警方更呼吁民众 误卿信不切实际之高薪求职广告 以免遭受不法侵害 记者用站和人参报导